七頭畫眼線最怕什麼? 怕控制不好筆頭 抖抖抖化成了毛毛蟲 他畫完以後馬上眼妝又被捲腹重來 朋友們 公益善騎士必先立騎騎啊 新手也會用的眼線筆 他來囉 看成眼線筆界的扛把子 等等就是他 先信眼線水筆 他筆頭不好控制 那大家平常在寫字的時候 是覺得 毛筆比較好寫呢 還是馬克筆比較好寫呢 是偷口而出 覺得是馬克筆 你看 毛筆的筆頭比較軟 寫字的時候 就容易分岔 而且不好掌控水量 而馬克筆就不一樣了 筆頭比較硬 流暢好寫 同樣道理 這款眼線筆啊 海綿頭設計 不管你怎麼畫 都不會分岔 而且筆頭軟硬適中 新手用起來也毫無壓力哦 他畫完馬上暈染 眼線筆的乾燥度度很重要 相信大家都遇到這樣的經歷吧 畫完眼線筆小心翼翼 深深深深深深 結果一睜眼 Oh My God 眼皮上又出現了另一條眼線 而這款眼線筆乾得快 而且不易暈染 這樣就不用害怕 剛畫完就暈裝啦 什麼 黑色沒心意 看膩了 他還有灰褐色和深淀色 灰褐色低調 深淀色有個性 一共三款顏色 忍均挑選 來來來 敲重點 技術鍛鍊要時間 優質陪練 看這邊買它 就位置 待會了 赴了 々